啥禮物又不用买 到时候我就这么走 这样子去 啥 阿星 帮帮我 走了 帮你啥呢 护照期签好几天了 马上就出来了 护照期签出来 实际上马上就可以去中国了 帮你啥呢 应该好开心的 开心是开心啊 心里面紧张啊 怎么 你家有几口啊 我啥 我家有几口啊 你爸爸妈妈 怎么样 干嘛 我好紧张 不知道去见她 带些什么礼物 第一次见 中国的公公婆婆 紧张是不是 不要紧张 紧张啥呢 跟着我走就行呢 就像你说的 放心 有你新歌照着你 他们喜欢什么 我要带些什么礼物啊 你要告诉我 你家里面是 你爸爸妈妈喜欢什么爱好 或者是什么的 我好紧张 你要吗 你要准备礼物啊 不要准备礼物 我要红手去吗 红手去就行了 到时候到我们那边买点水果就行了 不行 简单一点 比如你姐他们带老公回来的时候 他们老公带什么 那来的去 照母娘家不要像我去你家就要买一大堆 你说我家不一样 你会是嫁到我家的 那你家 你哥哥带你老婆回来的时候是怎么回来的 那我不知道我只有唐哥 我又没有亲哥 那唐哥也可以问一下呀 怎么搞呢 怎么搞呢 买什么 或者你妈妈喜欢什么 喜欢化妆还是什么 我妈妈是那种 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里面的人 他们不需要什么就是很淳朴的那种 你人去了就是最好了 那不行 不行 那要咋整 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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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抽烟吗 你爸平常爱好是什么 然后你妈妈平常喜欢吃什么 我爸爸爱好就是 在家里面种种地 种种种菜呀 可以到时候我陪他去 你来是吧 妈妈呢 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一样的 种种地呀 种种地呀 那到时候我跟着你爸跟你妈一起去下地了 那也行去在茶叶 我们那边现在可以找那个茶叶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要带一些什么 不能空手是吧 我都跟你说了 你买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人去了 就知不知道 那那那是人是肯定要去是不是 那我不能空着手去 又是刷 我说了买水果啊 水果水果是平常的嘛 自己也要吃嘛 不是就是特意给他们 老带个小小的用 带个小的那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 要不问一下评论者的粉丝们 今天我拍了一个视频 到时候发出去粉丝们告诉我们 我们明天后天就去买 我刚刚搜索了 颜护肤品准备做 看这里 哈哈哈 你还没消失包包 我妈他都从来不用的 他这里面是这么讲有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适合什么 就是你妈妈就是平常就是 什么样的一个人嘛 我好 就是很淳朴的 那种和你妈妈差不多 我妈妈差不多 你看你妈妈喜欢什么 那我知道了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和你爸爸差不多 爸爸和我爸爸差不多 你爸爸喜欢啥就是一样的 跟爸爸的礼物不好买 妈妈的礼物 像我妈妈的话就 给他买一个 我媳妇说 媳妇说 然后 爸爸的就买什么 我爸爸的给他买个打火机 要不 哈哈哈 打火机 那上面要不要 让他拿着那个打火机 就是说 这是我 媳妇送的 你爸爸喜不喜欢带 就是眼睛啊 我爸爸不是上次买的吗 那是金是眼 对啊 就是你爸爸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不行啊 我说了 你给他买个打火机 就行了 买点水果的 傻瓜 水果是一个 那个不一样水果是水果 水果是要买 但是 那要不都要 第一次去健康 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 你不要紧张 首先第一 第一不要紧张 第二你听我说 等一下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然后 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他们比我们会考虑这些人的事故 他们经历的多 就是 辛苦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该买一些什么东西 好不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到时候我们开了评论之后 我们不是还要两天才去中国吗 然后我们提前一天 去超市里面 去那些特产店里面去看一看 然后如果粉丝们提到的 我们觉得合理 是不是 认为符合我们的情况 我们开这老我能不能买到 能买到就买 然后如果我们在超市里面 在锅屋顶里面开到有合适的 就买 ok的不 不要纠结 不要紧张 最重要的一点 打这个打这个 对不对 就是私的用的 我想买的是什么礼物呢 就是可以长期用的可以保留的那种 保留的 我妈他们那种就买一点什么保健品就行的 知道不 懂不懂 他们上的年龄的人又舍不得花钱 要买一点实用的东西 买那些虚的什么的那就没必要 知道不 就是买那些不实际的用不上的 就开着档次很高的那种就没用 等下他还会说你浪费钱什么之类的 懂不懂 就买那种使用的就行的 不要买价格很高的 这是我们买的 不要花 浴室不要花 郑总 我就是想知道你家 就比如你表哥堂哥 带你朋友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女朋友准备了 他们还是单身过来 到时候还要你给他带个老婆回去的 好了别救急了行不行 等一下 我是不是第一次进去你家的时候 说叔叔好阿姨好 叫爸爸好妈妈好 怎么第一次进去叫爸爸妈妈呢 我都叫你爸爸妈妈 叫叔叔阿姨了 爸爸妈妈不一样 你去了我家两次也急了亲了是不是 就是我俩急了亲我都还没见过你父母 所以我心里 所以说你直接嘴巴停一点 爸爸好妈妈好 等下把我爸爸妈妈找得害羞了 等一下等一下先这样子吧 就是叔叔好阿姨好 来我家好了大家好啊 他们也会说你好真正好的 好嘞不纠结的 怎么搞呢 不要不要那个的 不要纠结了 现在放平衡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知道了 实在不行 我直接放大招 我啥大招 我啥大招 你给我倒点水 我水泡 你这个阿姨是不是说 直接放大招 爸爸好妈妈好 你给我倒杯水 那肚子里面要不要塞个东西 就现在 不用 才几个月 哈哈哈 要塞个月了啊 还不行肚子 就这样子到时候你要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我就直接就发大招 你来直接给他们 爱排一个大胖孙子 哈哈哈哈 别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兄弟们 这太好笑了啊 哈哈 不会有点失礼的 这样子 不会不会不会 我会 不要这样的玩笑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实际上想不出什么来 我直接放大招吗 不想了 不想了 慢慢来啊 明天去过一下那个 超市商场 然后也辛苦粉丝们 在评论区留言啊 今天就拍到这里 没整招了啊 今天就拍到这里 咱们顶赞关注 评论兄弟们 评论 咱们评论就见 辛苦你们 先到这里啊 我笑一下 哈哈哈